赘利亚国家传媒报导,霍姆斯散一个空军基地 星期一造成受到一枚导弹攻击,造成若干伤亡 报导还说攻击目标是提亚斯T4空军基地 还说是由美国军队发动的 摘在英国的赘利亚人权联望台说有14人丧身 其中包括伊朗军队成员 美国官员说美国并没有在赘利亚发动这样的攻击 法新社报导,法国军队也否认了发动今次的攻击 赘利亚始终否认在2011年开始的内战中使用化学武器 赘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大马士格交区 星期六刚刚收到一次疑似化学武器攻击 造成至少40个人丧身 白宫在星期日晚上说 川普总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强烈谴责在赘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 并一致表示,赘利亚的阿瑟德政权必须对人权一再受到踐踏 承担责任 川普总统星期日在推特上说 星期六发动疯狂化武攻击的人必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中文中文明 出发